呃,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的黃凱迪 現在我正在德國 一個小村莊裡面 那這個村莊它非常的復古喔 每個人都穿的 可能比較傳統一些服裝 那 賣的一些東西 今天是禮拜天 有空出來外面逛逛 蠻好玩的 好像還賣一些吃的吧 這是什麼 喔不是,它是賣一些蠻 有現代人 也有傳統服飾的人 都有 然後 這個市場還蠻大的 繼續往前走啊 現在下雨了,頭髮已經淋濕了 下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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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好像有人在唱歌喔 繼續往前走 哇,好小喔小朋友 哈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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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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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 特別的一個小村莊 嗨 嗨 很可愛 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像有一些牧羊人在唱歌 哇 非常的好聽喔 非常好聽 繼續往前走 哇,還有一些中古世紀的戰士 很好玩 毛皮 稍微柴火 太酷了 太酷了 繼續往前走 好 市集大概就這樣子吧 我先路到這邊 以上台灣記者黃凱迪 在德國一個小村莊的報導